师傅 我现在水连绝都已经突破到了最巅峰 还是不行吗 这毒乃是玉外其毒 哪有那么容易去除 我现在每天清醒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 也不知道哪天就会沦为一个丧失理智的死老态步 师傅 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除非能获得超越雨季的净神香 否则是无法清除毒素的 哎 如今为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呀 这么大的年纪了 还未成亲 若是你姐姐还活着的话 她应该会比你先成家吧 闻言 南宫婉儿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师傅 其实姐姐她没有死 我这次下山和三肖她们找到了姐姐的转世之身呢 你 你说什么 雪儿没有死这么大的事 你该早点告诉为师啊 为何现在才说 听到南宫婉儿的话 南宫与内心别提多开心了 南宫婉儿也是善善一笑的回答 哎呀 这不是前些天太夜了 给搞忘了吗 不过姐姐过得非常好 这辈子的她是南狱一个帝君 如今已经成家了 并有了一个很爱她的夫君 还有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儿呢 南宫婉儿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讲述了一遍 听完后 南宫民重重地松了口气 脸色变得欣慰不已 我就知道雪儿比你争气多了 连孩子都有了 对了 她夫婿对她怎么样 你见过没有 哦 姐夫对姐姐很好 从做了姐夫的小宝贝以后 姐姐就只吃棒棒不吃苦 过得可幸福了 那就好 我原以为雪儿已经魂飞魄散了 没想到居然还有重见之日 快 你快带我去你姐姐那 这伤不治也罢 为师想去看看她 顺便再看看你姐姐的孩子 老生这么大年纪了 也该抱外孙女了 正当南宫婉儿准备带着南宫云 前往南狱时 兜里的传音室忽然震动了起来 抛出传音室一看 南宫婉儿大喜 哈哈 她来了 她来了 她带着队友走来了 婉儿你说谁来了 为何这般惊喜 师傅 您刚不是还说想抱外孙女吗 这不就来了吗 南宫婉浑身一震 猛然醒悟 你是说雪儿的女儿来了 她到哪里了 走 快带为师去接人 哇 好多人了 他们怎么都在这里排队呀 这些人都是求要的 腰尺秉承着人人平等的原则 所以任何人到了这里都得排队 谁要敢在这里插队撒野 必然遭受惩罚 并取消求要寻衣的资格 听到这话 楚灵儿眼珠一转 虽然自己也是来求要的 但她娘柳青雪以前就是摇齿圣主 那自己现在不排队直接进去 顶多算是回家吧 看着楚灵儿那跃跃欲试的样子 旁边排队的男人突然问道 小姑娘 第一次来吧 这进圣地可是要排队的 排队 我回自己家 为什么要排队呢 回自己家 拉倒吧 看你刚才疑惑的样子 我敢肯定你绝对是第一次了摇齿 楚灵儿微微一笑 拿出传音时对南宫婉儿发了一条讯息 告诉了对方自己已经到了 不一会 天空之中两道身影宛若流星一样 从山顶的宫殿处火速降落下来 我等 拜见太上长老与副宗主 副宗主和太上长老 这两人可是整个大陆最强者之一啊 等等 他们好像朝我这边来了 他俩该不会看中了我的天赋和我的帅 特地出来收我为弟子的吧 哈哈 我尼古拉赵斯这要发达了啊 这什么孕子生药 看来也没必要求了 看到这尼古拉赵斯咋咋呼呼的 时不时嘴角还抽搐几下 姜文血伤几个眼角莫名一懂 大胆无语 你们几个谁的尿黄 把他自省吧 大白天做什么白日梦 哼 你们知道过屁 我估计就是我身怀什么特殊体制 两位大佬看中了我 这不合理吗 难道你们没看到 副宗主是朝我飞来的吗 这不是找我的 难不成找你们吗 看着南宫婉儿朝他飞来 尼古拉赵斯里马下跪行 晚辈尼古拉赵斯 人送外号武啊 见过副宗主与太上长老 师尊 您觉得像不像 像 实在太像了 没想到老身在有生之年 居然还能看到他 听到二人的话后 赵斯内心更加激动了 甚至都想到未来 学有所成之后怎么充施 都计划好了 可是突然 一道脆生生的娃娃音 在耳边响起 嘿嘿 小姨 灵儿你终于来了 小姨 我可等了你许久了呢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小姨师尊 也是你娘亲的师尊 与我们情通母女 你也可以叫她做外婆 外婆 好 好啊 果然跟你娘亲小时候 长得一模一样了 有鼻子有眼的 真像个人 听到这话 南宫婉儿与楚灵儿嘴角一抽 满头黑线地看着南宫云 这不像个人 难道像个猴吗 南宫云似乎也意识到了不对 赶忙牵起楚灵儿的手 走 别傻站在这里 快随外婆上山 外婆亲手给你做好吃的 以前你娘亲可是 最爱吃外婆做的外婆菜了 今日也让小灵儿你尝尝手艺 被南宫云这样牵着 楚灵儿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温馨 顿时愣在了原地 灵儿你怎么了 是不是外婆吓到你了 你放心 外婆脾气很好的 不是不是 是灵儿从小就是爹爹一个人 一把屎一把尿胃大的 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现在忽然多了个外婆 灵儿太开心了 南宫云神色一正 没想到楚灵儿竟是被他爹一把 屎一把尿胃大的 眼中更是充满了心疼之色 并在心中暗暗发誓 哼 可恶 竟然虐待我的宝贝外孙女 总有一天 老身也要让他爹尝尝被喂屎尿的感觉 灵儿 这些年苦了你了 一点都不苦 爹爹很疼我的 听到这话 南宫云忽然一愣 看来真是活到老 学到老 原来屎尿居然不苦 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 一旁的赵四也是目瞪口袋 我的天啊 原 原来姚齿真是你家呀 哼 我早说了 我回自己家 是你不信的呀 此刻赵四内心一万只草泥马 呼啸而过 谁能想到 早知道就拍拍马屁结交一番了 灵儿 这也是你的朋友吗 哦 不是 只是萍水相逢 随后楚灵儿从兜里摸出一颗红结酒温丹药 转身对赵四说道 你想要的韵子剩药 我有 正所谓 相逢即是圆 我这人讲的就是圆了 圆 您的意思是 要将这代药送给我吗 你在想辟吃吗 是圆 不是圆 你若是愿意用零食或者金子买 那这药就是你的 没有 那就滚蛋 听到这话 赵四眼角一懂 拿出不少家当 换取了这枚酒温丹药 将丹药递给猛逼中的赵四后 楚灵儿便跟着南宫鸣 直接朝瑶池宫殿飞去 小姨 我这次来呢 主要就是想找你要点瑶池的碧莲 我有大用 没问题 我现在就带你去采 反正以后我都打算将瑶池搬去你家靠山宗呢 你想要多少碧莲 就弄多少 哇 这就是瑶池圣水吗 好像我爹爹说的酸奶呀 酸奶 这是何物 为何我从没听过 师父你听过吗 呃 为师也没有听说过 我只喝过牛奶和各种瘦奶 其实灵儿也没吃过 只有娘亲吃过 但娘亲却说小孩子不能喝 说这个伤肠胃 听到这话 南宫婉儿瞬间来了兴趣 能让柳清雪豆偷吃的东西 肯定很美味 嘿嘿 小姨 我不是小孩子了 下次去你家 我就找你爹 要这个什么酸奶喝 先别管什么酸奶了 既然灵儿要避莲 婉儿你就快给他采一些来吧 南宫婉儿点了点头 伸手从摇尺中割了一颗碧莲上来 交给了楚琳儿 那给你 也不知道你要炼制什么丹药 要不小姨和你外婆给你帮帮忙 我们可是大陆最顶尖的炼药师哦 不用了小姨 我也会炼药呢 而且水平还不低 等会我自己炼就行了 你也会炼丹 不过这碧莲可是很珍贵的 你别乱来啊 放心了 我楚琳儿做事稳健的很 没问题的 而且炼制的也不是什么高阶丹药 不过去去仙级的九转金丹而已 你说啥玩意儿 你要炼制仙级丹药 有没有搞错啊 听到楚琳儿的话 南宫婉儿大惊失色 要知道她师傅南宫云乃是号称炼药界第一名 可也只是能勉强炼制雨季初期的丹药而已 呵呵 琳儿 你还不懂仙级丹药有多珍贵吧 外婆都活了几千年了 也还未见过仙丹呢 外婆 我真的会炼丹 你看这枚九闻的雨季丹药 就是我前些天实力突破后 闲来无视炼制的 看到楚琳儿拿出的九闻雨季丹药 南宫云如遭雷击 自己是号称大陆第一的炼药师 最多也只能炼制雨季三文丹药 而且成功率还不足百分之十 天呐 竟然真是九闻雨季丹药 琳儿 这真是你自己炼制的 确定不是在哪个上古一季捡到的 外婆 这真是我炼制的 其实很简单呢 很简单 你可知这天下有多少炼丹师穷极一生 连荒街丹药都炼制不出呢 而你才九岁 竟能炼制雨季丹药了 真是不可思议 那你这炼丹术是谁传给你的 你娘亲吗 才不是呢 我娘亲除了会吃以外 啥也不会 这是我爹爹教我的 你爹 他还有这个本事吗 师父 我早就说过了 姐夫很强的 在他家 咒极九闻丹药 都是像糖豆一样随便吃呢 听到这话 南宫云沉默了 他知道自己徒弟从不撒谎 恐怕灵儿他爹 真的是个他想象不到的超级强者 灵儿 那等会你炼丹时 外婆能在一边观看吗 当然可以啊 一家人嘛 随便看 对了 我看外婆你身上有毒素 要不我也给您炼制一枚解毒丹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可以试试呢 通过真实之言 楚灵儿发现了南宫云脑袋里 堆积着不少恐怖毒素 这种毒素哪怕是他 也觉得棘手难缠 南宫云一愣 内心诧异不已 灵儿你居然能看到我体内的毒素 不过我这毒来自欲外 只能通过自己将它逼出来 钥匙无用 而且外婆这毒不及 灵儿你先忙活你的事情 听到这话 楚灵儿也不再多说 转身来到空地 便开始炼丹 只见楚灵儿已气化成平底锅 内力催动 平底锅里燃烧起了熊熊大 以本原道果为军药 其他机位为尘药 几种药材被楚灵儿一股脑丢进了锅子 看到这一幕 南宫云顿时愣着 灵儿 你这 哪有用平底锅炼丹的 你这也太耳戏了吧 如此提炼药材 不怕全毁了吗 不怕 我爹就是这么教我的 成功率几乎百分百呢 炼药吗 管他炉子还是锅子 就走个形式罢了 见楚灵儿心事淡淡 南宫云不再多言 静静地看着对方炼药 楚灵儿速度极快 没用多久就将有效成分全部提炼 最后伸出少索 将那并不算圆润的丹药 给搓成了圆形 好了 完工 这可是我楚灵儿炼制的第一颗仙级丹药哦 看着楚灵儿手里那平平无奇的丹药 南宫云师徒俩相识意 有些疑惑 这就是仙丹吗 为何看起来如此的平平无奇 对呀 我师父之前炼制的羽疾丹药 都会迎来天结呢 这仙丹不应该来得更猛烈吗 话音刚落 天空之中瞬间变得紫云密布 一时间 给人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 那股强大的压迫感让众人呼吸一致 所有人眼神都凝重了下来 天啊 却是更为恐怖的紫云 看着架势 这天雷的威力 怕是已经达到半步仙级了 怎么办 师父 您又中了毒 这让咱们怎么扛 小姨不用担心 小小天雷而已 看我的 说完 楚灵儿纵身一跃 朝着紫色劫云而去 众所周知 天雷可是所有修饰最怕的东西了 不仅破坏力强大 更拥有压制属性 渡过了 则丹城 渡不过 那就吃喜 看着楚灵儿奔向天雷 南宫云目自欲裂 急于喷血 不 灵儿 快回来呀 不要冲动 万儿 快随为师救人 灵儿有危险 就在师徒二人想要冲上去救援楚灵儿时 眼前的一幕却让二人惊掉了下 只见那紫色神雷 啪的一声劈在了楚灵儿身上 随后楚灵儿身上一道微弱的帮忙闪波 神雷竟直接被吸收力 而且在吸收了这股力量后 楚灵儿那半步与急的境界居然松动 再往往上爬 痒死了 痒死了 妈妈的 好叔叔 什么 硬扛节雷 灵儿居然这么强大 这 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紫色神雷啊 哪怕雨季修饰也不敢硬汗 可灵儿只是觉得有些痒 要不要这么变态 师徒俩转过头来 想向血伤江文等人寻求个解释 但他俩发现 众人都是波澜不惊 丝毫不敢意外 淡定 都是机操 物流 没错 我们已经习惯了灵儿的变态 内心早已麻木 几分钟后 九道天雷劈完 天空这才放晴 楚灵儿的境界 也得以突破到了雨季 血叔 单程了 你快吃吧 吃完以后你好突破 血伤点了点头 将那丹药郑重其事的塞进银 随后盘膝坐下 灵儿 这位血先生是要用这仙丹 突破什么境界 哦 只是突破仙级罢了 不是什么大事 哦 什么 仙级 那这么说来 血先生目前岂不是是半步仙级 对呀 目前就是半步仙级 不过很快就是仙级了 听到这话 南宫云师徒俩倒吸一口凉气 活了数千年 什么风浪没见过 没想到今日却接连受到如此大的震撼 那血先生的实力 比起你爹如何 哈哈 我爹可是无敌的哦 连血叔都得叫我爹一声主上呢 闻言 南宫婉儿惊讶不已 还好自己和楚墨是一家人 这时血伤在仙丹的帮助行 不仅恢复了伤势 还成功达到了仙级初期 感受到体内强大的力量 血伤满心激动 真是不入仙级不知仙的强大 夫君 现在圣人模式我也给你开了 你可要老实点了 别总盯着夕月他们看 说的什么话 我怎么会看别的女人呢 你夫君是那种 吃着碗里念着锅里的人吗 如今的靠山踪 美女太多 柳青雪着实不放心 所以每次自己出门前 都先诈一遍除墨再说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以前你说你只是女帝控 后来我发现 你还是罗力控 一姐控 你奴控 白丝控 反正就是长得好看的 你都想控 说白了 你就是好色 哎呦 没想到一不小心 被夫人你看透了本质 不过你放心 我就是单纯的看看而已 我对你的心和忠贞 可从未编过呢 对了 老婆你不是说 还有事要去忙吗 快去吧 嗯 那我就先忙去了 晚饭的话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最爱吃的海参路边汤 吃饱点 晚上你懂的 柳青雪给了楚墨 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后 长裙一抖 然后踏步离开 直奔靠山宗宗主大殿 哎 媳妇不仅漂亮 还那么贤惠 如此优秀的妻子 我都不知道 我这个当夫君的 还有什么用 可能是 有个卵用吧 听到这话 楚墨翻了个白眼 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腰子 从夫妻团聚以后 楚墨就一直处于 痛病快乐的状态 很幸福 但很累 对了 我有个疑问 话说你一直关注着我们 那平时我们两口子打架 你是不是都看到了 楚墨眼睛一瞇 脸色严肃 系统似乎当机几秒 人性化的声音 立马换成了机械音 宿主你多虑了 我只是个莫得感情的系统而已 听到这话 楚墨他的口气 也是 自己跟一个冰冷的电路板计较什么 反正也不会存在陈老师之类的事件 哎 古人成不起我啊 果然是三世如狼啊 看来我得好好补补了 不然四世如虎的时候怎么办 对了 我苟且呢 保温杯又去哪里了 宿主不用担心 如果你不愿交公粮 有的是人愿意帮你交 滚犊子 赶快给我把今日分的签刀给我签了 虽然我要的仙人女仆一直没有得到 但不妨碍我继续期待 这感觉就跟买彩票一样 丁 千道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六神闻香两捆 六神闻香 可居闻 用语安神 帮助睡眠 丁 触发千道报击奖励 额外奖励满击情意 我说 你压的就不能给我点有用的东西吗 什么申保什么的也好啊 此香能安神 帮助睡眠 你若点一根 你老婆睡着了 你不就可以休息了吗 听到这话 楚莫眼前一亮 让老婆先睡着 看来这香还真是甚好 随后楚莫直接点燃一根香 闻了闻 想试试效果 好东西啊 闻了之后果然能精心凝神 对了 灵儿这丫头最近睡眠不好 给她也整点过去吧 说完 楚莫拿出一捆六神闻香 并且附带了一张使用说明书 有给了楚灵儿 这香闻着真不错 此时此刻 如果再有点音乐听听 应该可以睡得极好吧 那个喜悦 你惊来一下 主人 请尽情吩咐奴婢 我记得你是百花谷的谷主吧 更是金花榜前十的女神 那你会吹拉弹唱吗 会的 奴婢吹拉弹唱都会 主人要不要试试 您是要吹的 还是要弹的 呃 弹的吧 正好检测下你的水平 花西月翘脸飞红的点了点头 就遇上来动手和楚沫的衣服 卧槽 你干啥 不是主人 您要奴婢用弹的吗 我是让你弹琴 弹琴懂吗 音乐啊 你想弹什么 楚沫满头黑线 反手甩出一张鼓琴 花西月遗憾的叹了口气 结果鼓琴便弹奏了起来 在闻香的催眠下 楚沫也沉沉睡去 哼 哎呀 烦死了 没想到被雷劈了 还有这么多的后遗症 太难受了 感觉就像蚂蚁爬满后背一样 这还让人怎么睡呀 楚灵儿愤愤骂道 这种辗转反侧的感觉 最让人抓狂 不过很快 她的小背包中传出了钉的一声 咦 爹爹又给我送好东西来了吗 楚灵儿起身打开包裹一顿倒腾 将那闻香给全部倒了出来 捡起说明书一看 楚灵儿变得狂喜 呀 我就知道女儿江湖混 只有爹爹最关心我 时刻关注着我 我一失眠 爹爹就给弄了好东西来 安神助眠 太棒了 楚灵儿毫不犹豫点燃闻香 怕效果不够 还特地一下点了十根 当闻香点燃 楚灵儿深吸一口气 满脸享受 啊 好香啊 好好闻 我好喜 话还没说完 眼珠子一翻 荒荡倒在了地毯上 当即呼呼大睡了起来 小灵儿 快起床了 太阳都晒屁股了 师傅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灵儿睡得跟死猪一样 嗯 这是什么香 为何闻到这股味道 我就仿佛什么都提不起兴致了一样 无欲无求 难道这就是粉丝们说的圣人模式吗 师傅 你不觉得这香的功效 和净神香一样吗 而且比我们摇池的雨季净神香的效果还要强大 看到地上睡得跟死猪一样的楚灵儿 还有桌上那十根燃烧完毕的香 南宫娃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师傅 你说灵儿丫头为什么要点十根超级净神香 难道她也有什么难言之隐 不知道啊 有什么病需要这么多 要不把它弄醒我们问吗 师傅俩相视一眼 他们觉得不去问清楚缘由 是放不下心来 所以将一颗碧莲莲子 味道楚灵儿口中 用来提神醒脑 灵儿 灵儿 你醒醒 太阳晒屁股了 咦 外婆 小姨 你们怎么来了 现在什么时辰了 我睡了多久 灵儿你快告诉外婆 你这净神香是从哪里来的 为何 你需要点十根呢 神 什么净神香 南宫娃儿指了指桌上 那燃烧殆尽的纹香 楚灵儿这才恍然大悟 哦 这个呀 这是我爹爹给我的六神纹香 因为我昨天晚上睡不着 所以我就点了十根来帮助睡眠呢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听到这话 两人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这可是仙极静神香啊 而你居然把它当纹香用 一点就是十根 你还问我们有什么问题 哦 问题不大 倒是挺好闻的 哈哈 小姨你们喜欢闻的话 我这还有呢 我点给你们闻个够 说完 傅灵儿反手掏出十根六神纹香 直接点燃叉叉 望着那再次燃烧起来的香 师徒俩内心像被人装了个水龙头一样 疯狂流血 小姨你们自己寻找 如果不够 我这里还有八十根呢 看你们这么喜欢 灵儿送你们一人三十根吧 傅灵儿将剩下的八十根纹香 分成了三款 自己留了二十根 其余六十都给了南宫娃师徒二人 好了 你们慢慢闻 我就不等你们了 娘亲和爹爹说过 我在长身体 一日三餐可不能少 我就先吃饭去了 说完 傅灵儿便转身朝大电玩具 南宫娃儿两人看着手里的仙级精神香 内心则是激动无比 师父 三十根仙级精神香啊 我没在做梦吧 要不 为师给你两个大逼兜 看看是不是做梦 哎 雪儿以前挺勤俭持家呀 怎么他女儿就这么败家呢 点十根仙级精神香 就只为了住民 你早说你睡不着 外婆我给你放点迷药 让你睡个够啊 师父 你是不知道 论败家程度 灵儿他爹还更离谱呢 我就是在他家待了一段时间 实在是心脏受不了才跑回来的 哎 不过这终究是他爹给的东西 虽然我们是外婆和小姨 可也不好干涉呀 师父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既然灵儿都已经点燃了 那咱们就借着这些精神香的功效 把积压在百会学的毒素 统统排掉吧 二人盘膝坐下 立马开始驱毒 不敢浪费一分一秒 在闻香的帮助下 南宫云成功将玉外之毒给排出体外 没想到折磨我这么久的食魂毒 居然就这么紧 老身真的很想对灵儿说一句 六六六啊 南宫云神情激动 整个人都好似年轻了几百岁 南宫云也是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师父 既然毒素已解 那咱们快去陪灵儿吃饭吧 爹 姚迟到了 哦 那咱们就下去吧 刚好看看南宫云这婆娘 有没有被那玉外食魂毒弄死了 若是弄死了 那咱们正好蹭顿西吃吃 还有东坡你不是经常念叨南宫云吗 今日这机会你可得抓住啊 哎 老爹你可别乱说啊 我不喜欢小姑娘的 玩她又不小 都一千五百来岁了 跟你差不多啊 爹 你误会了 我说的小可不是指年纪 而是那种一手无法掌控的感觉 另外 我经常念叨南宫云儿 也只是想问她借钱而已 谁不知道这丫头是个富国啊 闻言 苏询眼前一亮 事实确实如此 姚迟因为常年有人求单 有稳定收入 所以各个肥的流 对啊 他们摇池确实都是富婆 这样一想 那南宫云其实也还不错 看来为父是时候开启舔狗模式了 若是能吃上这碗软饭 哈哈 呃 爹 这当舔狗不好吧 而且那南宫云可是比你大了三千多岁呢 哎 你们还年轻 不懂 俗话说的好 女大三抱金专 而小云云 她比我大了三千岁 你们说我该抱什么 呃 该抱骨灰盒 骨灰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就长得张嘴呢 哇 小姨 你们家厨子做饭真好吃 那当然了 他们可都是专业的 哈哈 论厨艺 谁能比得过我苏东坡呀 哈哈 小云云 老夫来看你来了 你们撒穷鬼来我摇池做什么 是来还欠我们那三千万零食的吗 嘿嘿 钱被多虑了 我们父子凭本事借的钱 为啥要还 哈哈 别生气 东坡她开玩笑的 其实此次我们来呢 是为了给你压制毒素的 我家子游秦义 已经突破到了雨季 用她的琴声给你疗伤的话 效果肯定比你们净神香还要好吧 这样应该够还账了吧 什么 你家老二的秦义突破到了雨季 这岂不是说 日后晋级雨季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没错 确实是板上钉钉了 所以小云云 如果你愿意再借我们父子一些钱 顺便给一个碧莲的话 我们就将自由留在你们摇池打长弓 天天弹琴给你听 如何 等等 打长弓 爹 我啥时候说我要打长弓了 这和我们路上商量的剧本不符啊 另外 我在这打长弓 那你和大哥哪里去 我们当然是去油膳玩水 吃遍全天下了 你记得定时打闲给我喝老爹就行了 别的你不用管 安心工作 听到这话 苏哲更是一愣 自己上辈子到底是做了什么念 居然摊上这么一个父亲跟大哥 大哥 爹 你俩越来越过分了 过什么分 都是一家人嘛 而且你不努力打工 那我跟爹拿来的钱吃喝玩乐 听着父子三人的谈话 男工玩忍不住摇头失笑了起来 眼中还有那么几分玩味 哎 我真的从未见过 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你们想要他在这座长弓也行 那让他先弹一曲听听 让我们看看效果 听到这话 苏询心中一喜 只要愿意试听 那就是有戏 立马转身催促苏哲 自由啊 快弹一曲给他们听听 为父和你兄长未来的生活费 就掌握在你手里了 苏哲无奈地拿出一张鼓琴 深吸一口气 将双手搭在鼓琴上 食指轻弹 琴弦被拨动 琴音悠扬绕梁 宛若倾拳缠缠 很快 一曲完毕 苏哲缓缓睁开了眼睛 咋样 小云云 你就说这曲子 能不能压制你的毒素吧 听完是不是觉得 通体舒态很舒服呢 只要你开金口 国家自由便留在你这打长弓 给你长期驱毒 此刻苏寻苏氏 都已经做好了 用麻袋装钱的准备了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南宫云却拒绝了他俩的提 呵呵 若是昨天你来 或许我会答应 但现在嘛 不好意思 我不需要了 什么 不 不要了 为何会不要了 没道理啊 这时 只见南宫云轻哼一声 反手掏出一根六神蚊香 在苏氏父子三人面前黄晃 因为 我的毒已经解了 卧槽 解了 怎么解决的 不会是用你手里的小棍子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可是欲外之毒啊 非仙级净神香 可压制不住 你们瑶池的净神香 我又不是没试过 根本不行 谁告诉你们 这是我瑶池的净神香了 这可是仙级六神香 在他的帮助下 我已经完全恢复了 听到这话 苏家三父子连忙将胡生了过来 一个秀了秀 三人瞳孔猛的一锁 这股力量 还真不是羽级能比你的 难道真是仙级 可是你瑶池去哪里 弄来的仙级净神香呢 南宫云笑而不语 既然看到了解读的希望 他又如何肯放弃呢 南宫前辈 不知道您肯不肯 将这香给卖给我们呢 哎呀 你们也知道的 这仙级香有多珍贵的 整个大陆仅此一家 想要的话 就得看你们的诚意了 不过凭你们三清殿 一个个都比脸还干净 又能拿出啥来交换呢 南宫云的确没有说错 他们父子三人 虽然身为半部语级高手 但却是个另类 不仅没有属于自己的家产 更是欠了一屁股债 身上除了两个蛋一根肠以外 啥也没有了 忽然 苏氏脑海一道灵光闪过 哎 有了 不如我们将此由留在这里 为你们弹琴 随你们指挥 你看咋样 我毒素一解 留他干什么 多张嘴吃饭吗 哎呀 我们用什么来换心极境神香 不是看你要什么 而是看我们有什么 我们就只有紫游了嘛 你姚池拿着他也挺好啊 就算驱毒用不上 可好歹也是语级琴师嘛 没事就让他弹一曲 也有助于姚池妹子们的修炼和突破啊 要知道我家此由的琴技 那可是天下第一 无人能出其所有啊 哼 天下第一 你也太会吹牛了吧 明明我爹爹才是天下第一 而且你们刚才弹的琴 我就听出有两处漏洞 并不圆满 嘿 你一个小丫头 你懂啥 你说我兄弟弹奏的曲中有漏洞 这么说来 你也会秦义了 当然 我可是获得了我爹的真传 心意早已炉获纯青了 也罢 相逢就是有缘 看你们和我外婆的关系 好像还不错 那我就指点一下你们吧 说吧 楚灵儿便伸手从苏哲手里 接过了抚琴 准备抚琴一曲 小云云 可敢跟我打个赌 要是这丫头弹奏的 不如我家紫游的话 你就把你手里的六神香 送给我们 若是我们输了 那紫游就免费送给你们了 如何 听到这话 苏哲内心疯狂呐喊 我踏马是你们的移动财产吗 输送就送 而听完苏巡的话 南宫云还未开口 楚灵儿却信心十足地 应下了赌约 好 赌就赌 我替我外婆应下了 我摇迟家大业大 还怕你们不成 就怕到时你们输了 哭鼻子赖账 赖账 我们是那种人吗 我发誓 若我们输了 绝对兑现赌注 摇迟小圣女 请吧 听到这话 楚灵儿抱琴坐下 小手摸上古琴 挥手便弹了起来 下一秒 一股古琴一般随着 浓郁的规则之力 通过古琴传递了很难 感受到这一变故 场中这些大佬无不害人 卧槽 我没看花眼吧 这居然是情道规则 不是传说只有仙级琴师 才能掌握的吗 为什么她一个年纪 不过九岁的小丫头 就能掌握情道规则 难道她情道已经达到了仙境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世间怎会有如此精彩决绝之人 咦 娘 女儿来救你们了 嫦儿 你怎么那么不听话 爹不是让你别回来吗 他们要的就是你的天魁之体 你不来 就只吃我俩的喜 你一来 我们仨都得吃喜 爹 娘 没事的 今天谁来了 也动不了我们 我师父说的 呵呵 口气还不小 等我将你们全都拿下 再来好好折磨你们 哼 我劝你不要动手 好好说话 否则不好收场 看在你们墨家先祖墨子 以往抗击过域外敌人的份上 我给你个机会重说一次 又喝 你这小丫头又是何人 竟敢在我墨家说这种话 不想活了是吧 大胆 我师尊乃是姚池圣女 你敢如此无礼 你墨家不想在这片大陆混了 呵呵 姚池圣女算什么东西 今日个就是姚池副宗主来了 这人我也不会放 这话一出 楚灵儿笑容收敛 准备换上自己靠山宗小摸你的马甲 给墨家送温暖了 这时 苏氏三人往前一战 气势炸开 墨家小子 灵儿不够资格 那不知 我们撒狗不够资格 哟 这不是三清宫那三大穷鬼吗 今日别说你们仨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 墨童并没有太把三清宫放在心上 论整体实力 三清宫可是垫底的 虽然自己正面打不过 但拖住对方还是没问题的 只待他爹的超级机关兽出世 便可横扫天下 卧曹 敢如此无视我们仨 今日我们与你墨家 必须没一个 打吧 老祖 咱们带着机关兽 这是去干嘛 去刷经验啊 你们不是天天说 自己机关术顶尖吗 今日就带你们去老对手墨家干一场 鲁家与墨家斗了几千年 你们也知道的 要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啊 可是老祖 咱们已经非常了解墨家的手段了 再怎么刷 也只能五五开而已 哪来的百战百胜 就是就是 依我们看 老祖您是想来向墨家炫耀一下 您新作的机关兽 历霸天吧 这些鲁家的弟子 个个都是人精 哪里不知道自家老祖的脾性 见墨帝被拆穿 鲁管面色一致 立马故作威严地板着脸 嘿 你们这群小崽子 不会说话就少说点 人情世故你们得多学学 老祖您看 墨家有人在战斗啊 那几尊机关兽好强啊 应该是墨家天花板级别了吧 哎 讹得太远 看不清打墨家的是谁啊 不过只要是打墨家的 都是我鲁家的朋友 走 老祖带你们过去浑水摸 啊 不对 去助阵一番 只见鲁管大手一挥 领着家族子弟飞快赶去 当看见是苏氏三人后 鲁管一愣 哎 苏家三位道友 你们怎么和墨家打起来了 难道是借钱不成恼羞成怒了 你他妈 我们难道只会借钱吗 另外 读书人的是 哪能算借 这叫投资 他们出钱投 我们这三个钱力 不我们能带着他们做大做强 看着大战中的苏家三人 鲁管咧嘴一笑 反手召唤出一个巨型机械人 这就是鲁家最新研究的机关兽 利霸天 去吧 大宝贝 但死墨家 如此好机会不达 更待何时 有了鲁管的利霸天帮助 墨家三大机关兽立马被压制的死死 墨童望着这突如其来的鲁管 大怒吼道 老毕灯 你鲁家是要挑起家族之战吗 居然帮助三亲公侵犯我墨家 家独战 打就打 怕你不成 面对墨童的威胁 鲁管丝毫不慌 对于痛打落水狗这种事 他还是十分在行的 随后在私人河里 不一会儿就将墨家那三大底蕴机关兽 给打得稀碎 可恶 我墨家与你们势不两立 势不两立 呵呵 你墨家还有资格吗 我楚灵儿身为靠山宗大小姐 岂是吃素的 我只要一声令下 靠山宗百万大军 就能荡平你墨家 听到这话 墨童眼眸一说 下意识往后退了几个 嘴里更是惊骇欲绝地吸着凉气 一旁的墨小禅满脸崇拜与向往 眨着眼睛问道 师傅 咱家宗门有这么多是兄弟吗 当然 我楚灵儿打小时称 从不吹牛 那个百万大军 给本小姐抄家 记住 不要拿敌人一针一线 话音落下 众人眼神不由地朝旭空看去 好似下一秒就会有大量宗门弟子 他不旭空而来一样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却只有十号与王小坤谨慎而出 是 少女大人 我等谨尊傍规 不是说好的百万大军吗 怎么救他俩 嘿嘿 我小明王百万 我小明十大军 所以我们一起合称 百万大军 就在众人震惊之际 墨家后院一道暴吼猛然响起 紧接着一股无敌的力量 笼罩整个墨家 何妨萧萧 敢来我墨家撒野 找死 听着那几句威严的怒吼 墨童眼中有了喜色 他知道 他爹既然已经来了 那就意味着 先祖墨子留下的超级机关兽 已经被他爹给激活了 哈哈哈哈 你们完了 敢来我墨家放肆 今日神仙来了也保不住你们 我说的 话还没说完 本来一脸得意忘形的莫状 表情突然变成了惊骇与不改之心 因为楚灵儿一个闪身上去 将手插进了他心脏 得 怎 怎么 可能 财咒级巅峰 没意思 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根本就满足不了人家嘛 可恶 敢杀我儿 你们都得死 话音落下 一尊高达十几米超级机关兽 落在众人面前 面对如此大的机关兽 地上的那些五指 就和小虫子一样没有区别 望着那庞大的机关兽 众人浑身一颤 结结结 颤抖吧 这是我墨家先祖 花费数千年心血 打造而成的超级机关兽 今日我要将你们全部 化为我机关兽的能量 还有你们鲁家 这是羽集机关兽 你鲁家有吗 我墨家 才是大陆第一机关世家 完了 三位穷光弹道友 我们今日可能要灾了 这羽集机关兽强悍无比 加上拥有自己的智慧 战力远超寻常羽集强者 而且据记载 他防御和攻击 已被莫子打磨到了极点 威力堪比羽集巅峰强者 卢馆脸色苍白地 看了苏氏三人一眼 虽然他们四个都是半部羽集 可是与羽集巅峰之间的差距 却是极大 这已经不是数量能够弥补的了 不出意外 今日他们这伙人要出意外了 苏氏三人眼睛一眯 防守挺胸后退几步 将楚灵儿护至身前 小心翼翼问道 圣女 咋样 有把握吗 小问题 他攻击防御点满 我也攻防点满 不怕不怕 今日有我在 这个大家伙伤不了咱们 我楚灵儿护你们周全 苏道友 你们脑子没病吧 居然指望一个小丫头与敌人斗 她虽然刚刚秒杀了那莫童 可是莫童那是被酒色掏空身体 根本就是个废物 我们也能轻易秒杀对方 这机械兽却不是莫童 能相提并论的 哪怕我们四个联手都不够啊 这小姑娘她在强 也总不能比我们强大嘛 我们联手不也打不过吗 还不如让铃儿试试 铃儿打得过 咱们就不用逃了 如果铃儿打不过 咱们也不用逃了 马德 听君亦席话 卢听亦席话 罢了罢了 反正也活了这么久了 老夫已经看淡了 死便死了 这话一出 身后那些鲁家子弟却苦着脸 弱弱的说道 老祖你看淡了 可我们还年轻 还不想死啊 这是我能决定的吗 老祖也是没办法 面对生死谁又能真看淡 老祖死了的话 我那一百零八房小妾 谁来给我养 结结结 老鬼你放心 你若死后 乳妻 无养之 今日 你们一个也逃不掉 去死吧 话罢 莫渊操纵着机关兽 朝众人攻安 众人齐齐倒退 只有楚灵儿摩拳擦掌 朝机关兽冲去 好久没有打架了 今日热热身 不然我铁头娃的称号 就要被世人遗忘了 师父 小心啊 小师妹不用担心 世上能伤大姐大的 只有她爹和她未来夫君 其他人想都别 话还没说完 战圈发出一声萝莉音尖叫 众人侧目一看 只见楚灵儿被一击打进了土里 溅起一片灰尘 师父 小师妹 你放心吧 就是我们都死了 师父也不会有事的 大意了 本小姐居然没有闪 什么 她硬生生挨了 这玉机巅峰的机关兽一击 竟然没有半分伤害 这是什么恐怖的防御力 难道 是老夫打开的方式不对 没想到这铁疙瘩 居然是纯物理攻击 不过既然敢打我 让我丢面子 那我就把你给拆了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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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